我父親齊柏林導演 然後在一場直升機意外中過世 金寶山馬上就為我們規劃好 從招魂做頭期還是法會 靈堂的佈置然後靈堂的處理 甚至是挑日子 到最後的火化上山這些 其實我真的都不明白 都是仰賴就是金寶山的人員 不厭其煩而且很仔細的知道 那因為我母親是基督教徒 在做法會會做一些儀式的時候 其實他比較沒辦法參與 但是金寶山的同仁也能夠幫他 找到一個他的處理的方式 紀念我父親 所以我覺得這是金寶山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麼 或是你的信仰偏向是什麼 其實都能夠找到一套 他們都會幫你安排到很適合的方式 我母親我爺爺奶奶非常難過那個時候 那金寶山的人員給他們非常多的 體諒跟安慰 我覺得這個服務親切加上專業 是我們選金寶山最大的原因 一般傳統的印象就是可能 例如說不明確 或者有很多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的花費 那金寶山不會有這種狀況 一開始就能夠清楚 而且條列的把它講好 那我們在後來的處理上 也比較不會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是金寶山最厲害的地方 我會跟我朋友說去看我爸 那大部分人一開始可能會覺得 有點奇怪或是有點不敢自信 但是他們來到這個地方之後 直接一律都會消失 就像是簡直就像是來到一個 例如說大安森林公園這樣的地方 其實從上往下看就可以看到海邊 看到北海岸 右邊我們是我們的萬佛塔 那左邊是有朱鳴先生的雕像 那因為我父親其實他生前 就很喜歡這類的藝術品 所以他的那個紀念的同雕 其實也是他的朋友 莊敬丸小姐送的 這種可以曬太陽 可以吹風 可以看海 可以面坐山的環境 應該是他最喜歡的 金寶山集團 金寶軒生命契約